肺炎疫情重创全台产业就连知名的金钱豹集团旗下餐饮品牌 保利金餐厅崇德店要进行公开标售 总标售的底价是高达23.1亿元 金钱豹就回应餐厅原本规划开幕7年要来进行营运上的调整 现在经营6年碰上了这次疫情才决定要将土地公开标售 台中市崇德路上车子来来往往周边生活 今年加金钱豹集团旗下的餐饮品牌保利金餐厅就在这里 而现在传出土地将公告标售 总标售底价达23.1亿元 刚开始在开幕的时候那时候原本的计划就是7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幕6年多了 它也就是刚好今年就遇到这个就这个肥炎的这个情形 把我们原本的预期的那个就是7年的计划就是提前几个月 保利金2013年成立餐厅内气派豪华一次能容纳数百桌 不少人在这里举办过婚宴现在要将土地卖出三面零路基地方整 总面积1674平房地产业者评估近期将会吸引许多大型建商抢标 未来得标者如果推案每瓶单价至少占上35万元 基本上这边附近单价大概28到32之间 那如果这里有售出的话呢 相对会让这里的人口密集度更高 这里的推案的频数单品会在35万以上 当初金钱报撒下10.95亿元买下这块地 现在要以23.1亿标售获利可观 原本规划餐厅营业7年要调整营运方针 但疫情冲击金钱报集团酒店本业受阻 餐厅副业业绩也大幅下滑 卖地就判能直写 接着严林王胜胜台中采访报道